寶寶在各個部分的發展不同 它可能比較會早會爬 對 可是它語言可能也沒有那麼快 也沒有比較快一點 所以我們怎麼樣去判定說 它是在發展正常的範圍之內 不是特別的慢 所以我們其實 我們其實在我們小小科醫生 我們其實就會有一些方法 我們有DDST或者是一些大學 他們會去統計 比如說我們統計 比如說一千個小朋友 它大概大部分的小朋友 在七個月的時候就會做 那我們就把它記錄起來 如果說你今天到七個月 還不會做來講的話 那可能 可能 可能你要去注意 但如果他今天到一歲的時候 都還是不會做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開始去商量 會不會有其他問題 可是有的狀況之下 我們有發現就有個小朋友 就是看了就是百分之一的那個機會 慢一點點 它就是慢一點點的 可是它確實沒有其他問題 是 這些東西只是告訴我們就是說 我們要注意了 它並不是代表 它就是有問題 這些方法 這些方式 所以有時候 有的醫生會告訴你 就是說你要注意了 那你要重點不是 那我要趕快的疾病亂投醫 我要去做很多的 什麼核磁共振啊 做什麼檢查 並不是這樣 而是要說是不是 檢討一下 是不是我們給它吃得不夠營養 或者是我們沒有帶它出去玩 或者是它肌肉的部分 我們在哪個地方沒有做好 然後在這方面做調整之後 其實大眾的小朋友 可能過一兩個月之後 很快它就會進步 所以小孩子是很需要陪伴的 對… 它很需要互動 對… 它如果在那個環境裡面 都是整天看著電視 或者整天看著那種 不會跟它互動的這種屏幕 的話可能它搞自閉 對 它就是發展 對 差很多 你也不能夠要求說 它發展得多快或多好 OK 那最後請這位專家 來做一個總結 面對小孩子 在照護上的一些盲點 提醒我們什麼要注意的 其實爸爸媽媽 在照顧小朋友的時候 當然長輩的意見 隔壁鄰居的意見 都可以拿來做參考 但你自己要有能夠了解 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不好的 那你自己要多讀書 或者跟醫生來討論 跟專家來討論 或跟有帶過小孩子的 姐妹兄弟來討論 其實給小朋友 最簡單的 其實常常都是最好的 所以如果你跟這個長輩 有一些意見不合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去找醫生的 對 是不是 大部分長輩都還是會相信 因為通常大家都還是會 聽醫生的話 對 聽醫生的話 好重要 醫生是最好的協調制 對啊 你們是 好像是協調者 潤滑技 對 所以像許主任一樣 他現在都很會講話 對 也不得罪這邊 也不得罪這邊 對 因為其實很多是爸媽媽帶 也有很多阿公阿媽帶 對 都很重要 醫生真的很重要 護理長也很重要 護理長也很重要 所以我是建議說 爸爸媽媽能夠以平常心 來帶小朋友 那不需要說 給他額外很多的壓力 讓他一直要幫他找興趣 然後讓他去學習很多的東西 這個對小朋友來說也是一個壓力 因為在他想要的時候 他就會告訴你 好不需要你一直特別的幫他找 我們到長大 到現在還在尋找我們的興趣 另外就是其實 在培養小朋友一些好的 從小你培養他 一些優良好的飲食習慣 好的行為的習慣 一些衛生習慣 另外一些 我們的一些好的一些 比如說他比較有正向的想法 這些人格特質 在之後會影響到他更生意 就是更重要的 對 好 來 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 那你就要做家長要多陪伴他 然後多觀察他 他才會健健康康的成長 然後不對就去找醫師 找護理長 然後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做 反而會適得其反 要不該長大之後 就長大就錯了 好 謝謝小朋友專家 也謝謝觀賢鳳今天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了 Bye Bye 各位 謝謝 謝謝 我們的腳 一天之中最腫的時候是傍晚的時候 傍晚的時候 傍晚 傍晚比較大 對…如果說你早上去買鞋子 結果隔天一看到傍晚說 怎麼不能穿了 原來是買鞋子的時機不對 應該是下班的時候去買鞋子 不要上班的時候 翹班去買鞋子